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3月21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艳艳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斯王要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当然大家昨晚关注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出来当然都是一如预期不变息口 而且也维持今年联储局会加息三次的预测 美股看到三大指数都在创新高 可能是二行之夜期 都向好升至136点 腾讯业绩之后看到ADR都是向好的 稍后Andy也会和大家详细拆解一下联储局的议息 如何解读 以至于市场外围仍然如此强 还有港股焦点业绩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问题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一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的美股表现 见到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利率点阵图显示 今年将会累计减息三次 每次0.25厘 和去年12月的预测一致 议息结果出炉之后 美国向好 见到三大指数都创了历史新高 道指收市升了401点 报39,512点 纳指升了1.2% 报16,369点 标指升了跨近0.9% 5224点 马美债息是售额 马周十年期债息曾回落到4.22厘的水平 稀后敏感的两年期债息也回落到4.6厘 美汇指数反弹0.7%回軟 一远周持续向下 失手151对美元 商品市场方面 金价最多回升大约1.4% 其有价格回吐超过1-2% 焦点美股方面 Tesla 中国製Model Y 4月起的价格 股价升2.5% Meta升近2% 苹果、亚马逊和Google升超过1% NVIDIA和美元都升大约1% 而业绩超预期的拼多多曾急弹1.6% 之后升幅收窄到大约3% 看着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给本港收市价高0.8% 截宣布291.07元 阿里巴巴和美团升超过1% 网易升近2% 京东给港股升3% 汇丰控股ADR 截宣布61.01 给本港收市价升超过2% 友邦升1% 小鹏租淘宝中国减持 小鹏美股低港股收市价8% 外围市况 马亚太区股市方面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都继续偏强 日股现在升超过1% 日经平均指数40563点 升559点 南韩股市升幅超过1% 澳洲市升0.5% 新西兰升0.1% 至于恒指黑期都向好 升超过170点 我们先和Andy聊聊 外围一些最新消息 当然就是联储局的议息 大家在等待有什么启示 结束了一年两日议息 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联邦基金利率维持5.25到5.5厘区间 点阵图显示 联储局的官员普遍仍是预期 今年会减息0.75厘区 与去年12月的预测一致 但对于明年和后年两年 预期预期上调了 以及议息声明有改动 删除了1月份声明里 关于就业增长放缓的操持 也证明当局是否认为 劳动力市场都保持强劲 所以也下修了对今年失业率的预测 关注的是主席鲍威尔说 会后也有说到 联储局的政策利率 都可能处于周期性高峰 在今年某个时间开始减息 就是适宜的做法 鲍威尔说美国通胀还是太高 但也强调他们也继续在压抑通胀方面 有不错的进展 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 这两个目标上面面临风险 现在变得更加平衡 所以见到出到来市场 好像觉得都OK 市最近的通胀数据出到来 大家有点忧虑 但暂时好像联储局的预测 以及措施的言论方面 不是很大的改变 你怎样解读今次的议息结果 整体来说 我原本也是觉得今次联储局的结果 都会比较中性 但其实今次出了来 反而真的出了来的结果 是大家觉得有相对夹派了一些 几日前我都见过 有文章说 可能今次联储局讲话 可能会相对夹派的 那一刻都是半信半疑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 昨晚整体来说 其实大家都是 就算记者问他很多东西 其实他都是达得很远的 他都要留一些空间 给自己去购买时间去看 找一些理由 找一些数据 究竟何时可以正式开始减息 其实他在等待这个方向 通胀上的数据 其实上个星期都有提到 其实虽然CPI、PPI 曾经弹得不少 但是始终联储局 最着重的是PCE 尤其是CORE 那些其实都是向下走 所以其实配合了昨天 鲍威尔说的说法 整体来说就是 总言之 你的通胀是相对高的 你的通胀是相对高的 但是其实暗压底 他们自己看的数据 是开始叫做受控向下 是的 还有利率 其实大家都预计了 应该都是要开始行 一是看到 下年减的数字 他们预期低了一点 整体来说 我觉得有点惊喜 他们仍然觉得 失业率可以压下来 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劳动市场 其实是很明显的 开始冷却下来的 还要他们那些 重复的数字都回落得很厉害 所以这一个位置 反而他们还是 在失业率那边站得那么硬 我觉得令市场觉得 整体来说是乐观了 所以昨天 我认为联储局这里 没什么太过惊喜 一些人的了 因为其实 补充多一点 其实我们原本 在星期间的时候 都会想 究竟这一个星期 美股 会不会就着BOJ 跟着联储局 终于 令到大家可能一直在期待 美股会有个大小小的回调 会不会发生的 是的 这个也是周末的时候 都有心理准备会发生这件事的 但是随着 其实我们礼拜初 尤其是礼拜二的时候 看到两样东西 一来BOJ的反应 市场是最正面的 还有BOJ是很明显的 就是日本央行那边 就是为了面子去做一些 离开负利率的面子工程 是的 但是最重要的 周二其实因为我们 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去 用我们的某些方式 去看资金流 看美国的ETF的资金流 其实我们自己的 会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其实很有趣的 那些聪明钱 其实当时我们的例子 就是看到资金流入的二栋讯号 就是流入了一些房地产的板块 以及一些相对叫做 长年期的国债 美国国债 就是ETF里面 那当时这两者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那他们的共通点呢 就是对利率是敏感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一刻觉得 这么神奇的 因为你上个星期 大家在怕XCPI,PPI 这些通样数据 会令到一些东西转英 但是为什么聪明钱 竟然是反而去流入一些 经济 未必一定说经济好不好 但是一定是关于利率敏感 应该要是利率已经是很肯定 见顶甚至回落的一些BET 才会这样摆进去的 这个就令到我们去到星期二的时候 就决定仓位上不需要做太多 不要做太多 应该说反而是 转换去乐观一点 变了昨晚我们很乐见 就是我们就看到联储局的结果之后 其实市场是购买的 那购买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就算S&P500 可能对于有很多人 一直很想再加仓那些朋友 就可能失望的 因为由11月开始的上升通道 又是再一次 你如果纯粹碰一碰通道底不买 它又开始创新高 因为上个星期 其实3月15日 是接近去到那个通道的低位 但是又是这样 只是挖了几百分之下 又再向前走 那这一样东西 其实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 要中性 最多都是中性的 暂时对美股 就是不会特别悲观 就算有回调也是吸纳的机会 单在是有没有可能有个大一点的回调 那我很快地说完一点 其实昨天联储局 送出来的信息 是比较说给大家听 其实经济面是OK的 好 谢谢大家